深夜的厨房里 一个身影悄悄潜入 它小心翼翼地环顾四收 从水槽下取出一个容器 将其中的液体倒入咖啡机 这不是普通的咖啡添加剂 而是足以致命的毒药 谁能想到 一杯看似普通的咖啡 竟成为夺命的武器 案件开始前 请大家订阅点赞 多多评论 支持一下熟客 下面开始正式走进案件 梅鲁迪·费利克出生 并成长于菲律宾 童年生活平淡无奇 2005年左右 他与美国空军军官罗比约翰逊结婚 二人育有一个孩子 如同许多夫妻一样 他们的关系最初十分融洽 共度了许多美好时光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 两人的关系变得剑拔路障 互相指责对方出轨 2023年初 这对夫妻居住在德国 那是罗比的住扎地 此时 他们的关系已经恶化到决定离婚的地步 尽管仍然住在同一屋檐下 但约在3月份 罗比开始发觉自己的咖啡味道有异 其初 他无法确定具体问题所在 可能认为是自己多心了 于是继续饮用了两到三周 最后 他决定一探究竟 罗比购买了游泳池测试条 以确定导致咖啡异味的原因 他首先检测了家中的自来水 发现一切正常 随后 他测试了咖啡 结果令他霸池一惊 咖啡中含有高浓度的铝 这究竟是从何而来 是否有人故意在他的咖啡中下毒 如果是 胸手会是谁 罗比脑海中只能想到一个人 这的人知道罗比通常会在晚上准备好咖啡机 早上只需打开开关就能煮咖啡 这个人就是他结婚近18年的妻子 也是他孩子的母亲 说罗比不愿相信 梅洛迪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又在他的咖啡中下毒 他最终决定搜集需要更多证据 2023年5月左右 他秘密在家中安装了摄像头 希望能抓住妻子的现行 然而他仍未做好心理准备 无法接受即将看到的画面 视频显示 梅洛迪不止一次被抓到在咖啡机中 倒入不迷雾质 在另一段视频中 可以看到他深夜进入厨房 检查咖啡机是否已经准备好 然后从水槽下拉出某样东西倒入漆器 视频后面显示 罗比检查了他篡改过的咖啡机 罗比确定梅洛迪实际上是用漂白器毒害他 发现这一点后 他停止饮用咖啡但假装人在喝 因为他不想在德国报警 而是会在美国抓住他 2023年6月底 罗比和家人终于回到美国 暂时安置在亚迪桑内州图森的空军基地 罗比在新家中安装了摄像头 希望收集足够的证据向警方报案 7月7日 他向警方展示了所有收集到的视频 显示梅洛迪在他的咖啡中倒入不明液体 但是由于视频画面并未清晰显示 梅洛迪倒入咖啡机的具体液体 警官们并未进一步调查 尽管感到失望 罗比并未就此放弃 他于是购买了更多伪装成火灾报警器的摄像头 安装在天花板上 他等到搬入永久住所后 在房子各处安装的摄像头 包括厨房的咖啡机上方 存放漂白器的洗衣房 以及从洗衣房到咖啡机的路径上 通过这些摄像头 梅洛迪多次被拍到在洗衣房 将漂白器倒入容器 然后走到隔壁房间 将其倒入咖啡机 有时 他还被拍到在往机器里倒化学品时 回头张望 罗比的测试条在每次释加后 都呈现氯元素阳性反应 有时 咖啡中的化学物质浓度之高 你距离远距离就能闻到 其他时候 咖啡机在倒入水后会变得起泡 需要多次冲洗才能完全清除 在收集了多个写是梅洛迪 往咖啡机中倒漂白机的视频后 有比再次向警方报案并出示争取 他向警官表示 我完全确定妻子是个自恋者 当他在2023年3月在德国提出离婚时 就注意到咖啡味道开始变得不同 他解释说 咖啡冷却后味道会变得很糟 但他不想在国外采取任何行动 罗比告诉警方 只有他一个人使用这台咖啡机 他相信 梅洛迪试图杀害他 以获得自己的人寿保险金 他说发现梅洛迪在菲律宾 买了一套房子却没有告诉他 而且一直在打听自己的保险情况 所以他将受益人改为了其他人 7月18日 警方在家中逮捕了梅洛迪 但他立即要求律师协助 因此未被问讯 在缩小房屋时 警方发现咖啡机内的液体 闻起来像漂白剂 他们还在他的卧室内 浴室水槽下发现了一个容器 里面有少量液体 同样散发出漂白剂的气味 警方报告显示 罗比和梅洛迪住在不同的卧室 使用不同的浴室 这起一丝投毒案件 被摄像头拍下 引起了广泛关注 图森警方正在调查这些视频 2023年8月4月 梅洛迪首次出庭时 对试图杀害丈夫的指控 表示不认罪 检方称他有逃跑风险 因为他在菲律宾有家人 并且最近在那里买了房子 因此法院将保时金定为25万美元 同月 大陪审团已一级谋杀未遂 企图严重伤害和毒害食品 或饮料的罪名起诉 这起案件引起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不仅因为案件细节匪夷所思 还因为有大量视频 显示梅洛迪实际犯案的过程 一位法律专家表示 他在职业生涯中 从未见过如此详细的 视频证据的案件 独理学专家指出 如果目的是杀人 或造成严重伤害 这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计划 他们解释说 家用漂白剂的毒性 并不是很强 要想毒死一个人 需要大量的漂白剂 漂白剂最多会导致 轻微的刺激和不适 如喉咙灼烧感 胸部不适和胃部不适 专家们还指出 梅洛迪长达数月的头斗行为 表明他确实有意杀害丈夫 或对其造成严重伤害 但他没有进行足够的研究 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毒药 不足以达到运行目的 他还没有考虑到 漂白剂强烈的气味 以及罗比能够分辨出正常咖啡 和被加入漂白剂的咖啡之间的区别 尽管似乎有大量证据对他不利 但专家表示 他的律师可以利用视频中的一些漏洞 为他辩护 他们提出了一些质疑 例如是否使用了同一测试条 是否是同一杯水 因为视频中有些时刻测试条 或水杯不在画面中 他们还质疑如何确定 视频一与视频二 视频三之间的联系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2024年4月 在审判开始之前 梅洛迪接受了认罪协议 承认犯有两项较轻的重罪指控 也就是像食品或饮料中 添加毒药或有害物质 根据这项认罪协议 他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和缓信 法官向梅洛迪确认了 他理解认罪协议的内容 包括可能面临的刑期范围 在2024年5月10日的量刑听证会上 编方要求判处一幅性事件 称梅洛迪因无法缴纳25万美元的宝石金 已被积压近一年 辩护律师表示 梅洛迪已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并向受害人罗比·约翰逊朋友和家人道歉 他们强调 梅洛迪在给法庭的信中 并未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辩方还使用了精神健康辩护 称梅洛迪已正式被诊断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 长期以来 一直在与心理健康问题作斗者 汤表示 梅洛迪在积压期间一直在服药 感觉状态稳定 并打算在释放后继续接受治疗 辩护律师还详细描述了梅洛迪与罗比的有毒婚姻关系 他们声称 在近18年的婚姻中 梅洛迪经历了来自罗比的虐待 他们描述了罗比的酗酒问题 称他经常深夜醉酒回家 身上带有烟味 并寻求与梅洛迪发生性行为 他们还提到一次当梅洛迪拒绝罗比时 他甚至威胁要自杀 这吓坏了梅洛迪和儿子 辩方强调 梅洛迪是一个非暴力的初犯 他的行为虽然违法 但不会杀死罗比或对他造成严重伤害 他们指出 罗比向警方报告时并未提及任何症状 而且使用的漂白剂量很小 不足以造成严重伤害或死亡 法官在听取的双方陈述后 考虑了加重情节和减轻情节 最终 法院判处梅洛迪三年缓刑 从2024年5月10日开始执行 此外 他被命令接受心理健康评估和治疗 并禁止与罗比有任何接触 除非得到缓刑官的书面批准 这一判决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 很多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试图夺取他人生命的行为 只得到了轻微的惩罚 从谋杀未遂到最终获得缓刑 梅洛迪的案件无意引发了诸多争议 这个判决是否公平 是否真正实现了正义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之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 请别忘了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